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就關掉了 您可以直接連結到我們的這個協作平台上 那這個呢 也是我的一個應用之一 您進到這個網址的話呢 現場您可以直接用QR Code 剛剛已經有不少人有試過的 還找大家對大螢幕那麼有興趣一直拍照的 你用這個QR Code呢 事實上就可以直接連到我們這個網址了 那如果說您現場沒有辦法直接做連結 也沒有關係 這個網址在上面 在這裡 原則上 Google 協作平台 那基本的網址都是一樣的 就是在上面這個 到這邊都一樣的 後面就是我們的這個帳號的名稱 這個不用 就是到這邊 所以如果說您可能今天沒有辦法 就是直接連上線的 您把這個網址稍微記一下 稍微記一下 size.google.com 那這個呢 就叫做 Google 的協作平台 其實我相信以後其實 如果說各位可能 包括你們團隊之前也好 或者是像 如果是朋友直接也可以 有個協作平台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對外配放 如果是對外配放 當然全世界都看得到 那如果對外配放 你可以指定 指定說 我們團隊裡面 某幾個成員的這個 Gmail 的帳號 那麼你指定好了之後 就給大家一起去用 它的使用方式很簡單 因為你不用什麼 不用任何的網頁製作能力就會 跟我們一般這樣 這個我們今天會介紹到 您可以參考 可以看齁 那您進來今天的這個資料之後呢 在左手邊 會有一個我們今天的 今天延期的資料 其實我放的比較多啦 因為說真的 大家今天說我一下搞不好 但是有很多是我在 比如中生大學或其他學校 我有提過的齁 你可以先看 我們原則上主要在下面這一個 今天剛剛課長有稍微提到 大概今天要給各位介紹的內容 好 那麼 待會呢 我們在這個延期過程裡面 我們現在開始一直到 大概三秒 中間休息一次 大概休息十五分鐘 然後休息完 給我吃大車 就要結束齁 那麼 我們 待會我要麻煩各位 您在這個延期的過程 結束後 這裡有一個今天的問卷 有一個今天的問卷 這個也要跟各位介紹 因為平常你要做問卷調查 如果一直晚給人家寫 不只讓這時間 還要怎樣 我們一兩個時候要做主計 很麻煩各位 所以如果 直接在線上做好了 結果就OK了 大家看一下我們 7號 就是在禮拜三 上個禮拜的 好 他一樣會有一個這樣的問卷 有一個這樣的問卷 好 那問卷好了之後呢 我們直接可以從這邊 就看到統計的結果 如果 誰一天呢 什麼 在這邊 有沒有都看得到 對不對 那 它本身 事實上也是一個ESL 所以各位剛好 所長我提到 我們之前有上過ESL 你可以順便運用一下 它每一天都是一個ESL 就是一個ESL 所以 這個呢 是不是就很快 對不對 如果你要看ESL的內容 從這邊都可以繼續看到 反正都在一段完成嘛 當然你要做外開放 這你可以自己決定 如果單純調查 不把統計結果 跟這個原始要開放的 那你又不需要 好 所以很要麻煩各位 你待我呢 如果延期結束的時候 再麻煩幫我們填一下 那今天不能上網 沒有關係 回去再幫我們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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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現場可以的 就可以幫我們填 這裡面不用填個人系列 所以 沒有各式問題 然後就是 單獨的一些選項 跟你可能有一些 延期的學習心得 你覺得哪些比較好用的 大致上 我們主要在這邊 好